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11月1号正式开播 白露协新剧来袭 得知男主女配后 熬夜必追 电视剧《以爱未营》即将于11月1号开播 男女主角白露和王鹤蒂将携手亮相综艺节目 你好星期六 这部剧备受期待 不仅因为两位主演的默契表现令人期待 更因为白露手里的好剧众多 包括央视的大剧《北上》和爆款电视剧《明安如梦》 如今 她又将与流量男演员合作出演《以爱未营》 热度自然不容小觑 白露作为新一代的演员 颜值高 演技不错 已经成为了新的流量密码 势必要成为新顶流 她在过去的作品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深受观众喜爱 无论是在央视大剧《北上》中饰演的角色 还是在爆款电视剧《明安如梦》中的出色表现 都让人对她的实力刮目相看 而这次与王鹤蒂的合作更是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和期待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剧中的配角们也备受关注 特别是女二号江沛瑶 她不仅拥有出众的颜值 还具备出色的演技 备受认可 江沛瑶在过去的作品中展现出了多样化的表演风格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加入无疑为以爱卫营增添了更多的看点和亮点 观众们对以爱卫营的期待很高 相信这部剧会热播 从剧情来看 该剧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的故事 充满了悬念和情感的碰撞 白鹿和王鹤蒂作为男女主角 他们的默契表现将成为剧中的一大亮点 两位主演之间的化学反应令人期待 相信他们会带给观众们更加精彩的表演 此外 剧中的配角们也将成为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江沛瑶作为女二号 她的颜值和演技备受认可 相信她会在剧中有出色的表现 同时 其他配角们也将为剧情增添更多的色彩和张力 他们的精彩演绎将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以艾未赢的开播备受期待 不仅是因为剧中的男女主角备受瞩目 更因为该剧由白鹿领衔主演 白鹿作为新一代的演员 她的颜值和演技都备受认可 已经成为了新的流量密码 她在过去的作品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深受观众喜爱 以艾未赢的热播 无疑将进一步巩固白鹿在演艺圈的地位 让她成为心顶流的代表之一 总的来说 电视剧《以艾未赢》即将于11月1号开播 男女主角白鹿和王鹤蒂将携手亮相综艺节目 《你好星期六》 这部剧备受期待 不仅因为两位主演的默契表现令人期待 更因为白鹿手里的好剧众多 包括央视的大剧《北上》和爆款电视剧《宁安如梦》 如今 她又将与流量男演员合作出演以艾未赢 热度自然不容小觑 观众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很高 相信她会热播 剧中的配角们也备受关注 特别是女二号江佩瑶 她不仅拥有出众的颜值 还具备出色的演技 备受认可 相信在白鹿 王鹤蒂和江佩瑶等实力派演员的带领下 以艾未赢将会给观众们带来一场精彩分成的视听盛宴 二 九零后非流量花大突破 李沁 李一同 白鹿领衔 谁将问鼎花蛋宝座 在娱乐圈 流量一直被视为衡量明星影响力的关键指标 然而 一些九零后非流量花蛋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和潜力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女星中的佼佼者 包括李沁 李一同和白鹿 分析她们在未来的突破机会以及面临的挑战 一 李沁 昆曲出身 后继薄发 作为一位昆曲出身的演员 李沁在表演上有着扎实的基础和独特的优势 近年来 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和稳定的发挥 连续主演了两部收视和口碑均不错的证据 此外 他还具有一项特殊的优势 早年接受的专业昆曲训练 这种独特的艺术背景使她在表演上更加自如 赋予角色深刻的情感内涵 展望未来 李沁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她已经展现出了不俗的演技和挑剧的眼光 只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如果能够遇到合适的剧本和角色 她有望在90后花旦中脱颖而出 二 李一同 左右开工 表现抢眼 李一同是另一位备受瞩目的90后非流量花旦 她今年手握两部热播剧狂飙和特工任务 表现抢眼 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 尽管缺少一番代表作 但她的稳定进组和出色表现已经赢得了业界的尊重 李一同的实力不容小觑 她不仅在演技上有所突破 还展现出了对不同类型角色的驾驭能力 只要遇到合适的机遇 她有望在未来的赛道上实现大突破 目前 她已经接下了云秀航和狐妖王全篇两部大制作 有望进一步巩固她的地位 三 白露 人气爆棚 势头强劲 白露是90后小花中人气较高的一位 目前已经接到了赵东霖的大饼北上 可见她在业界的认可度不低 此外 她还在都市剧和古装剧中有不俗的表现 高分作品数量可观 白露具有强大的观众员和演技 给人一种舒适自然的观感 白露未来的发展前景同样看好 她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气和作品 只带一部具有突破性的代表作出现 便能更上一层楼 在当前的势头下 白露有望在未来的赛道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四 周宇童 实力派中的黑马 周宇童是90后女演员中的一匹黑马 她有多部高分作品 表现出色 尤其是在都市剧和古装剧方面 她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宇童具有冲奖提名的前置 是同龄演员中的佼佼者 只要继续保持稳定的表现 她有望在未来脱颖而出 5 谭松韵 收视保障 观众源极佳 谭松韵是90后女演员中的收视保障之一 她在早年的电视剧中 就已经展现出了不俗的演技和观众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演技逐渐成熟 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谭松韵具有一种让人舒适自在的表演风格 使得她在众多女演员中脱颖而出 6 蔡文静 特殊赛道上的小花 蔡文静是同龄断走特殊赛道的小花之一 近年来 她主攻生活剧领域 偶尔也会接手主流证据 尽管没有大红大紫 但她凭借稳定的发挥和独特的风格 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蔡文静在未来也有望继续稳步发展 走出属于自己的特色之路 总结 90后非流量花旦在娱乐圈 已经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和潜力 其中李沁 李依童 白露等人更是备受瞩目 他们在未来能否实现更大的突破 让我们拭目以待 优优独播剂外 它的记者 Internский的续务 翻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